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ake a guess 在谁假装关怀 在谁还在搬拐 在我下一句的对白 take a guess 像猎人般等待 用猎物的姿态 这问是告别还是爱 猜猜 它落尽了尘埃 是现金还是意外 还是你的未来 猜猜 我搭起这舞台 是痛苦还是痛快 却为好戏何才 看不看得见笑脸 分不分得清晃眼 会不会茶叶的脸 分不分得清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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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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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什么 给你坐 不想吃你 不想吃你 什么声音 你老婆回来了 什么声音 不会的 我老婆出差了 明天才回来 等我一下 怎么要这么久啊 怎么要这么久啊 老婆 你话好好说 你先把她放下 老婆 你先把她放下 老婆 大家刚刚看到的就是我们知名编剧苏黎的最新作品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出轨必死的精彩片段 我们的苏老师呢 可以说是我们编剧界的顶流了 那这也是我们苏老师跟他的御用男主角 当红小生张书恒先生的第四次合作了 为什么这一次依旧选择了我们的张老师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张老师是我的老公 不用白不用 开玩笑的 张老师除了是我的老公之外 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 她是我合作过的演员里面最懂我的演员 我非常感谢你 我要感谢我的老婆 苏黎女士 对我的帮助和信誉 没有你 就没有我的今天 你永远是我的男主角 你永远是我的男主角 谢谢你 爱你 老婆 你就好了 你干什么 舒衡哥 我们好像不赖手 你还是叫我张舒衡吧 舒衡哥 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拍戏几个月 现在不熟以后也会熟的 舒衡哥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完完全全符合我对理想型的所有要求 请注意你的形象 我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 但是我不介意 舒衡哥 我不在意名字 你干什么 你注意你的形象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不要拒绝我吗 莫婆 这是个我 我都知道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同为女人 你真是让我大开一切 刷新了人类道德底线的最大尺度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这个戏流主角 凭什么 你不光是个编剧而已 凭什么决定我的去聊 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 孙总啊 戴资金组合了不起是吧 我告诉你 这部戏我说了算 我让你滚 你就得团成圈 别慢慢地离开 好 我现在就给孙总打电话 孙总啊 我 孙总 我苏黎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娜娜走 第二 你们公司的资金跟娜娜一起走 你选哪个 厉害啊 厉害啊 孙总啊 为什么啊 孙总 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次聚会的 啊 知道你不想吃葱姜 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去新方法 一会儿你试试 会做饭 长得帅会有些 哎呀 你老婆怎么这么完美啊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当然有啊 我就没有老婆这么会夸人 嗯 你不会夸人吗 对呀 你像我求婚的时候 都把我给夸蒙了 你当时说什么来着 还会儿吗 你会儿选择 你会儿去死 你因为在哪儿 走 你现在找到你 我去看一看 你自己进去 你让我照顾姑娘 总你会儿去 让她天八 我没见到 我们姐夫 你都不都不想 我好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成为这世界上 第二幸福的人吗 为什么是第二幸福呀 因为我要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老公 你呢 你会后悔吗 这么快就和我结婚了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远运了 身边围绕你的人 你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 我怎么会后悔呢 现在不就有个小姑娘 像八爪鱼一样围着我吗 八爪鱼 谁是八爪鱼 八爪鱼是我是吗 八爪鱼 祴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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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部戏跟他们无私合作宣发 不约过几次饭吗 好了 我给您看一下啊 你看 我也是早上才看到的 宝贝 吴总他说话就是这样 我对他真是补语了 我下次见了他之后 我一定好好说说说他 大半夜不许打扰我 来 果然男人不擅长准备惊喜 难道是买错了 难道是买错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 我别怕我 我的别愿结束 谢谢老师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啊 女主定了没有 刚刚试的都不太行 刚刚试的都不太行 这位是 这是我们公司新人 Cindy 我们之前合作过 戏还不错 要不让她试试 淑涵哥 不过奖了 跟你的演技下 不还差入眼呢 作为新人已经不错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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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那就让她过段时间来试戏吧 想对她的 有点买的吧 穿点什么 一会儿也去买点什么咖啡奶茶之类的 欣赏工作人员那么辛苦 他要他那头发 苏大编剧 辛苦了 刚刚 谢谢你 别看老公呢 说你们俩宫破真是腻了 跟连体婴儿一样 这认识我的 知道我是个经纪人 这不认识我的 还以为我是 当你吃狗粮的呢 你这酸呢哟 大学就认识你 你呀 重色轻有的属性 就差刻在脑袋上喽 不过世事难料 外面诱惑这么多 我说你不会还怀疑 担心你们家老张吧 你知道公司人 都叫他什么吗 什么 当代火堂僧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你这说你是什么 难得学院优秀毕业生是吧 那我下班了 你们俩好好聊 拜拜 拜拜 青年影视人才 最佳编剧奖室 最佳编剧奖室 苏黎 恭喜 谢谢 你好 可得请我吃饭 那我得给你帮一个 最佳吃饭 好吧 谢谢 你们俩有什么 都会打算 准备一剧 你先去找我 你真相提 一试试 不过这部戏的尺度倒是有点大 不知道盈盈 愿不愿意为艺术献身呢 以后啊就叫哥哥 兄妹之间 要多亲多近吧 真是不要脸 有些人仗让自己有点钱 就想为所欲为 这些中年有你男 你真是火星 你说是不是啊 张哥哥 干什么 我想着我跟盈盈年纪相仿 李盈跟她一样叫你一声哥哥 你不是说了吗 兄妹之间就应该亲近一点 那拍拍屁股应该没什么 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我那个戏里面有个角色 特别适合张哥哥 饰演一个不要脸的渣男 你 我是说你不要脸的 我的意思是 不要脸的都长得这个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不知道这瓶小小的香水 能不能够驱除你身上的渣男味 失陪了 以后啊 咱遇到这种人 就是要像我一样硬气一样 你就算害怕 装也要装 直接给他演 这种人 就是欺负管怕硬 那我也得有你那样的资本 才能硬钢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 今年还没进过组呢 去年啊 唯一一部戏 我就是演个大反派 差点没被观众给骂死 工作机会都这么少了 我哪还敢得罪大狼啊 你别灰心啊 黑红也是红啊 观众看进去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演技好啊 你那段空戏 我觉得处理得好好啊 我得找不着 非常的有层次 非纳好久啊 伤心不武一晚天 哪有那么容易好 张导 王总 苏黎 苏黎啊 你真是大忙人哪 每次约理都没空 我就瞎忙 这样 下车我来组 好不好 好啊 对对对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闺妮陈寅艺 你是名非常好的演员 刚刚还在播她的戏呢 收视率特别好 以后要有什么好戏的话 记得推荐推荐我们 王总 张导 我是陈寅艺 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行啊 苏黎的朋友嘛 就是我们的朋友 来 接着 好 好 我们家吴总今天没跟你一起来 我老公啊 上个月月底 出车祸腿骨折了 这不是这段时间 天天对她休养的 骨折啊 是啊 你说她也是够倒霉的 是吴总 她当晚也跟我说 她想我了 要一块儿喝酒 这一个大男人 天天在床上躺着 多难受 想不到您这是张导 苏黎 苏黎 你刚说什么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我发现 张书翰跟我说谎 什么谎 你不会怀疑她出轨了吧 那她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你这是职业病 疑神疑鬼的 就连我这个 跟你老公完全不熟的人 我都知道 她有多爱你啊 眼里啊 就你一个人 她出现的地方啊 那可谓是 千山母鸟飞绝 万进啊 女人踪变 不可能会出轨的 你怎么这么夸张 就热霆吧 女友送你进去吗 女友送你进去吗 算了吧 你这满车子恋爱的酸臭味 我不行了 欺负我男朋友不在啊 说起你男朋友 你都谈这么久了 我都还没见过 这有点说不过去 她太忙了 你经常不在国内 下次吧 下次一定带她见你 走了啊 你小心开车啊 拜拜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婆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我刚临时开了个会 原来就跟你说 正式去开会吗 开会需要喷这么这样的香水吗 香水我每天都喷的 你常用的香水吃香时间只有三到四个小时 前吊小豆蔻 中吊广获香和香根草 尾吊 苔芫 你自己闻一闻你身上的味道 全都是小豆蔻的味道 肯定是临回家前 喷了大量的香水啊 你到底在演戴些什么 我 你是不是出轨了 我真的在开会啊 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抽烟 我知道你不想闻烟味 那你要是不信了 你就去问问他们 我吴总吗 就是不信了 巧了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 就碰到吴总的老婆了 他跟我说 吴总摔断了腿 近段时间都在家里休养 麻烦你下次撒谎之前 能不能跟你的兄弟对好口供啊 你带忙 接 不是免贼 初恒 刚刚开会的时候 你这名贵大火机啊 买到我这儿了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 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 我再给你啊 好嘞 吴总 下次见面的时候给我吧 拜拜 行了 爸 全不按你的要求做的 根本来不及对搞工 这回你总该相信我的吧 对不起啊 是我想多了 老婆 你那一神一鬼什么 我的行程 经纪人都同不给你了 在你面前 我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到底想怎么样了 难道我在你心里面 只是个门口谎言的人 对不起吗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您是我最珍惜对不起的东西 给你原谅了好不好 我刚做了一个五点五亿的古装项目 哎 你这个小项目没问题的 你这个小项目没问题的 好了 忙忙于 拜拜 终于打完电话了吴总 这位是吴总 吴总 这是我们公司艺人Sandy 吴总 接下来大名 哎呀 你好Sandy 加个微信吧 加个微信 加个微信 坐下 加上去 我嗓您 哎 好嘞 好嘞 灯汤 把杯子来擦一擦 好 辛苦了 伙伯 行 没有了吗 你好 关两位 看一下镜头 看视频啊 我们对我最恩爱夫妻 姐 你们先回家嘛 我老公着急叫我回家 那怎么能行呢 不是说好一会儿 你负责送大家回家吗 助理这工作本来就是二十四小时待命的 就让你找个微信一下吧 后来吧 没事 刚刚 回去吧 今天都是自己人 指不定喝到几点呢 那就随意一点了 行吧 那件苏大编剧都发花 那成遵旨就是了 请苏黎姐 谢谢苏黎姐 不客气 走吧 谢谢姐 那我先走了 我先回去一下 要是赶不急我就不回来吃饭了 这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也给我打电话说我家可能漏水了 我得回去看看 严重吗 好像有点儿 那不你等一下 说好说好别闹了别闹了 你这样 怎么了 隐隐他们家漏水了 你陪他回家一下吧 一个女孩子不方便 那你一个人行吗 那没多少活了 我可以的 快去快回啊 等你们开饭 好嘞 那我们先过去 好 走 我先拿个衣服 谢谢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温 这次要不是亏了你 掉层马甲 也得掉层皮 小事情 我们男人这些 就是要互相帮助 共同抵入家里的母老母 没问题 我敬敬二位 敬我们什么呀 看到你们恩爱夫妻 让我又重新相信了爱情 那我也恭喜吴总 腿这么快就好了 谢谢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这鱿鱼又嫩又火 真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 老婆 你也要多吃 苏丽姐 家里有没有气泡水啊 我酒量不是很好 没有姐姐们这么厉害 有 我去喂你的 谢谢 来来来来 我要敬你一个 好好好 今天喝得太小了 喝得不醉不归啊 好好好 来来来 一起吧 一起吧 准备一起吧 没问题 没问题 今天你吴总一个 吴总手里面项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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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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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灿烂后什么都不剩下美丽的景色 谁都不会想去辨别真假 正如最危险的路上也许开门些话 不管前方摆几策划也总会有偏差 我自以为战无不胜的经历都是笑话 几乎踩在两条船上不如看看脚下 究竟是爱河还是凭借你的悬崖 在一褪色的往里 我试图看清 真诚的自己 我曾多少次想原谅你 就有过多少次清醒 高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我破碎只不把自己平静 你温柔的眼神还熟悉 可我已不在你眼里 你以为战延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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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